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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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走掉了 啊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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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局了 她在看 cell move 她的房子 哪里 位 魔帅 你归下十二魔帅 早已死伤殆尽 为了一个女人 何必鼓鼓支撑呢 没必要 但大独才 自居正常 竟然连手逼袭 手灯没笔 要不沉死 做梦去吧 我乃困醉深渊 一向永世负责臭胜 所以 必将杀回魔狱 重振救 你是说你穿越了 叶天做的所有事情 和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是吗 正是此 混蛋 我杀了你 门外有五位 扛着暗器 拿着重型武器 马上踹开你的房门 来到你的床前 你以为我会相信 干什么 谁让你们过来的 出去 都给我出去 怎么回事 那个私生子呢 小小说了吗 这里只有林总一个人 哪里有叶家的私生子 怎么可能 他刚刚明明就在这里的 叶天这个杂碎 这次看他怎么死 睡了林飞雪 功烧 肯定将他碎死了 这次看咱爸 还怎么护着这个私生子 哼 喂 什么 老子亲手把他和林飞雪 关在一起 怎么就是没了 卧槽 叶天 你怎么在这 你放手 干嘛 你放手 这 明明是叶家 却因为私生子 死报 叶饼铐 这一切都是林手策划的 是 我这两奔驰个人很贵 弄坏了 我让你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 让你生不如死 让林飞雪就死 干嘛 他是你二弟 我是你弟妹 弟妹 你没手勾引我吧 看勾引我不成 才怕生硬 今天我就给你这个机会 你不要太离谱 更 叶天 你干 你放开我老婆 老婆 先修阴试 再来 你期待 老婆 小姐 我们寻遍了龙国 一千零四十五万平方公里的 每一寸土地 可还是没找到 你想要的那个男人 他 真的存在吗 霓华 飞去不可吗 霓华 资质频繁 此区三大主宰领地寻找机缘 跟上您的脚步 有资格 仰视您 爱慕您 拜您 称霸还 他出现了 他真的出现了 我就知道 他一定不会抛下我一个人的 小姐 开启圣天之会 目的地 云城 马上被机 小姐 可是您今晚还要和江家公子一起共见晚餐 他都等了您一天了 不重要 等我一天算什么 我是魔尊大人 你记得我吗 一千年 这家伙 脑袋里除了男活女儿 就没点别的了 看来 这里是最快能了解到人类的事情 你好 我要看图书 半图书证了吗 什么图书证 那就是没有了 先交两百押金 想不到我星空下一代魔君 竟然也有被金钱难党 哎哎哎 喂喂你 哎管理员 这书怎么没字呢 哎管理员 这书怎么都没字了 啊 怎么 怎么会这样 此次盛天之会 我们飞雪集团 也有幸获得一个参与名领 一定要在云城范围之内 找到最优秀的能力 一旦得到南宫小姐的抬案 我们飞雪集团 将会一飞重天 可是林总 您出的题实在是太难了 迄今未知 连个及格的都没有 南宫小姐是何等人 他可屈尊将对来到云城 他看中的男人 定然不死 要想获得他的青睐 以财富 以权势 我们飞雪集团 根本没有人就是 我的意思 明白 圣天之会 入选者 奖金一百万 能为飞雪集团 打着 奖金一千万 飞雪集团 这不是您飞雪 你好 你也是来参加 圣天之会名额的吗 是不是入选了 就能得到一百万 我们飞雪集团的入选 可没那么容易 我们一共有十道题 题目包括高级物理 芯片制造 企业并购等等 各个领域的内容 一道题的分值是一百分 满分可是一千分 有点意思 不过 入选的时间已经快到了 还有十分钟 你现在去答题也来不及了呀 喂 那是答题区 你去干嘛 林总 现在排名第一的 毕业于哈佛大学 但也只获得了三百分 才三百分 那道云城就没有 一次有才能的男人了吗 你要是耍人 你就直接说 这题出的也太难了吧 就是林总 我们只是想参加圣天之会 没必要这么爽 圣天之会是谁想去就能去 南宫小姐 是谁想去就能见的吗 我看没人比我的分高了 林总 三百分虽然不高 但那也是我的实力了 罚的头讽 这名额可就是我的了 好吧 那既然林总 有人答对了十道题 满分 卧槽 我没听错吧 居然有人答对了十道题 这道题是什么变态啊 这个匿名者到底是谁 我还没来得及登记 他就已经进去了 快 立刻带我去见他 他就是我们飞行集团 要找给你 可是他已经走了 他说要在林总的 上天之会上 就来找您了奖金 价子倒是 这个价子越大 能力也就越大 我倒是对他很好奇 真是期待明天空 这小子 连龚大少女人都敢碰 纯属找死啊 谁不知道 林飞雪是龚少的女人 你 看着点 别撞上 哈克球 撞死了 龚大少 重重有少 这说什么 人 不是撞到人了吗 你们什么人都没有 人在车底下吧 你们什么都 别闹了 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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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 老三 这不可能 妈 妈 这没了 我操 叶天 你是人是鬼 你给我滚出来 叶天 你到底是人是鬼啊 你给我滚出来 公少 您也要参加 盛天之会 那林飞雪那边 怎么办 那个女人 背着我跟叶家的废物开拓 还想让我娶她 可惜 再说 南宫冤 那可是龙国顶级财阀家的千金 只要把他搞大 我宫家入主帝都 不想为 南宫家的这位千金 据说有几个人 不错 自从南宫冤 有了记忆之后 便不再是 据说此女草惠 杨言只有她的真命天子 揭开她的概括那一刻 才能让世人 一直珍重 难道 就没有人见过她的样子 万一她是个仇人 绝对不可能 南宫家族的女人 容貌世代交好 南宫冤 一定是龙国第一大王 这次盛天之会 就是为了找到 破坏命中 机会千才能否 绝不 喂 什么 好 我知道了 怎么了 刚得到消息 跟踪叶天那两名手下 人间真棒 荒唐 好好两个人 怎么可能找不到 继续吵 那要不要派人 但是不用 南宫冤已经立临云 先让那个 我活着 去吧 叶泽 我们叶家 就你一个名 一会儿好好表现 一旦得到南宫小姐的嫁妆 我们叶家 便是一人得到 鸡犬身天了 二嫂 你放心好 南宫小姐的饮食起居 生活习性 我都了如指导 我肯定 会让南宫渊 做我业家的公子 看见了吗 那边 是南省三大亨的公子 而那边那几个 则是北方五大市下的少女 哇 林总 这么多青年才进 齐聚云城 真的是一道奇观呢 怕也只有地都南宫渊 才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了 那是当然 试问整个龙国 谁不想和南宫家族 看上一门青石 对了 那个匿名者 怎么还不来 林总你看 匿名者来了 你没搞错 是他 哟 你还有脸来 这也是你能来的地方 二嫂 别生气 我来替你住 叶天 且不说这盛天之会 有没有你的容身之地 就说你轻薄二嫂 败坏叶家名声 你也得给个交手 叶天这个 明明是叶家族 却在叶家一顶第五 连一只跳梁小丑 都敢这么跟我说 叶天 跟你说话 聋了吗 交手 叶天 你敢打我 那 要是 叶天 再问你一遍 要不是 大哥 你知道我们叶家长子就好 以后在叶家 我没死 就永远压你 以后再敢对我乱讲 也不是打你叶家 叶天 你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今日名流巨奇 你擅闯善天之会 是死路一条 叶则是你弟弟 好言相劝让你离开 是不想把事情闹大 可是你呢 不识好歹 是 谁说的 我可是受妖儿了 胡说八道 谁能邀请你 谁不知道 在云城 你是出了名的公子哥 一无之处 是受我之妖 有什么问题吗 是你啊 原来是林大总裁 我说叶天怎么这么肆无忌惮 原来是有你在给他撑腰啊 有谁能想到 堂堂林总 跟野男人睡了一晚之后 被睡得服服帖帖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叶天 乃是经过我们飞雪集团 重重筛选 才确定成为参加圣天之会的人选 他的才华 乃是上乘 天哪 这是我本世纪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叶天他有才华 你说他花天酒地我信 才华 初中生都比他强 我来了 给钱吧 圣天之会还没结束呢 要什么钱 通过考核一百万 在圣天之会拿下南宫院一千万 你想反悔啊 别以为我睡了 就可以白条 你掉前夜里了 这种场合给我提前 算了 那就等夜会结束 记住 那就是另外的奖金 叶天 你是说你有把握拿下南宫院 这 还有 刚刚说错了一件事 我不是受林飞雪的药而来 是 南宫院 少年反悔 你杀者 此生面容只为一人生 傻丫头 和少年似的女艺 你我 他不是你 不是谁 只可惜 那是我负了他 这一次 我再也不会受冤 叶天 你疯了吧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着 你喝错药了 叶天 今天灌溉云集 我知道你想拔街 你先打了叶泽立威 后又说出这番痴情忘记 无非是想引起南宫小姐的注意 还真是下费苦心 林小姐的腰挺寒 不会也是这么骗来的吧 在这大放厥词 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你瞅瞅 听什么 平时 就凭我是星空下的王 就凭他南宫院 奉我为主 就凭我是魔 先为补 以身为奴 林总 这 哟 这年头 说瞎话都不打草稿吗 什么神恶心 滑起得很 抱歉各位 我来晚了 哎哟 公上 你可来了 公某不才 一直在筹办迎接南宫小姐 我公家有幸也得到一个名额 您都有林总了 还跟我们进去 我正确实 这次我父亲 将我推荐给南宫家 我有七成把握 可以获得南宫小姐的军案 至于你 我不跟脱衣了 你 你说我是拖鞋 什么 难道不是吗 听说你在搞什么一个筛选会 就筛选出这么个费 别为难自己了 今天是男人的盛会 你一个女人来就操什么事 啊 等我成为南宫家的成龙快婿之后 我让你给我就想 你 你无取 叶天 你给我收拾他 怎么 我还真敢当吗 咋 还需要挑日子 在场都是 你在装饰 大一号的老鱼 就不是 在座的各位 这小子一定会 寻衅姿势 把整个会场弄得乌烟壮 我们都是青年才俊 大家都是文明 只有这种乱咬人的疯 才会用这东西 文明 那昨天晚上那两个 真是什么疯狂 别等 小姐 若是帝都的公子 您看不上 云城有个公家少爷 才华横溢 模样还算周正 不知 穿哪件婚纱去才合适 如果穿得不合他意 他该生气了 喂 圣天之会有人闹事 风口乱有 还请男公家族 取消夜天 什么 好 不知道了 小姐 宴会那边有人闹事 是否取消的人 这一件 他肯定喜欢 哎呀小姐 那人叫什么名字 夜天 夜天 能倒是 是林飞雪举荐的人 林飞雪金名能干 举荐的人 一定也不是庸才 留下吧 林总 这圣天之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夜天再这么发疯 我们的努力可就白费了 夜天 差不多得了 你再闹下去 我也没办法给你撑压 闹 这种小丑的责事 我若要闹 会赌 天哪 还在随着想 那我就让你认清信账 这家景点在云城 是寄账 但在南省 只不过排前五 在整个龙国 更排不上号 什么意思 就像无论是叶泽 还是我龚云飞 都能压你 更别提三大行和五大世家了 南宫小姐的身份多么尊贵 那是万人之上的存在 九天之上的凤凰 而你 不过是陈安逸 谁是陈安逸 谁是万人之身 九天之上 南宫小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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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天之会 现在开始 等等 南宫小姐 刚刚有人闹事 停 小姐说了 能来就是有缘 和圣天之会相比 其他都是小事 难道 你要影响进度吗 算这小子 此次圣天之会 既是为我家小姐 挑选如意郎君 更是为南宫家 选成龙快婿 世人皆知 南宫家在龙国的地位 为了小姐嫁过去 不受委屈 我南宫家准备了 丰厚的财力 雨过天晴云开处 所得春芳翠色来 南宫家送 青丝龙文婷一对 这龙文婷 可是传师博报 价值过十个亿啊 男儿身皮黄金甲 突破楼兰中骨环 南宫家助力南方 实现财务自由 送黄金万两 现金百亿 折飞卡一张 黄金万两 黄金百产 大鹏一日从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度 南宫家助力南方 风光伟业 送圣氏起叶百家 私募股权十万夫 这次你们谁都不要跟我抢 南宫小姐是我的 我的 林总 上市企业百家 这就是你想要的 姐姐 不错 这次你可得好好表现 全都靠你了 拜托拜托 南宫小姐 本人叶泽 名门之后 早已财富自由 本人对您一见钟情 所以将时常 伴家人生生世世 这种俗误 还是算了 你都没见过我家小姐 谈何一见清心 我警告你们 不要耍一些花张 在我们南宫家族看来 很是可笑 不知南宫小姐要挑选 今天来的 都是青年才俊 我建议 不如从全市 富贵的方面来挂奔 我们家小姐准备了三个问题 你们谁的回答 要是能让小姐满意 就算过关 今夜就可以成为小姐的男人 第一个问题 此生让你们感到 最快活的地方是哪里 和什么人在一起 这算什么问题 南宫小姐的问题 恐怕是考验我们 若是按南宫小姐的问题回答 怕是 此生最快活的地方 是在床上和女人 简直是俗不可耐 一千 你说什么呢 你急死 我 我说的又不是你 我说的床 是凤卵几红踏 我说的女人 是星空下最美丽的女人 那 颠卵导凤 岂能忘记 乌言惠语 小姐 无法 继续 好 第二个问题 在场的各位 有谁还记得 和我家小姐之间的约定 什么意思 南宫小姐 您这问题都有些奇怪 我们和您都没有见过面 谈何约定 我记得 你小子 管住死吧 别乱 聂天 你最好别再无扯 否则 你就成为所有人的公敌 到时候 谁也救不了你 叶田哥哥 如果能和死 请不要悲伤 你和 生是叶田的人 此是叶田的魂 只希望有一天 只希望有一天 叶田哥哥 能登上宇宙之巅 俯视苍生 能够记得 有一个女孩 来过 小姐 我明白 第三个问题 你们有谁知道 这是什么 此欲 唯定请欲 半魂 半魂在 无论何时 叶田 也在 叶田哥哥 我终于找到你了 圣天之会已落幕 各位请回吧 叶田留下 什么 这就就是了 小姐 满场君烟 您可要挑仔细了 千万别莽撞 小姐 你可不要被这个人的花园 巧语见了 他只是一个浪荡落魄公子哥 他配不上你 是吗 您别冲动 要不您仔细看看我吧 叶田 我愿意做你的新娘 你如想娶 便揭开我的面上 这人都说 南宫家的掌上明珠 容貌清澄 碧月修花 如今 终于有机会 为一堵真容来 这小子找到狗屎院了 几句话就能报到美人归 还是南宫家的掌上明珠 不行 我要揭穿这小子真面目 你不要你了 这的世家规矩繁多 稍有不慎 可是掉脑袋的罪过 慢着 我南宫家嫁女 岂能如此而信 女儿 你糊涂 我南宫家 就这一位掌上明珠 从小宠爱 所以 这圣天之会 也就由着她 全场 五十三位敬意 我挑来挑去 没有一个能配得上 我南宫家 可我女儿喜欢 我也认了 唯独你叶田 不行 你一个二流家族 踢出来的废物 身份地位 能力 财富 甚至金银 哪一点能配得上 我南宫家 没错 我南宫家的女儿 非全是 唐天者不价 非万人之上 者不价 你们又怎么知道 我就不是万人之上 全是财富 对我而言 不过只是过眼云烟罢了 放肆 你也不看看 谁是谁 南宫家主当面 你竟然还敢 可不得言 有本事 别只放嘴 拿出点真本事 瞧瞧啊 林总 他是你带来个人 小伙子不听话 劳烦你好好的教育教育 南宫家主言重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 月天 能被南宫小姐看中 祖宗已吹嘘一辈子 从此以后在云城 没有人敢看不起你 只是 南宫小姐的身份 实在太过尊贵 我看 你还是算了吧 无非是想得到点利益罢了 女儿 今天妈妈就教你一个道理 任何谎言 在真金白银面前 都经不起追求 来人 夜天 你看好了 只要你答应我离开我的女儿 这些金条都是你的 这些金条 还不够 挺贪心的 罢了 我南宫家 也不差这几个金条 来人 这是一百家企业上市合同 你签了 你就是这些企业 幕后老板 一人能控制上万人 这可是确切实实的 万人之上 还是 混账 到底想要什么 才能离开我的女儿 我要的 你迷信的 给不起 夜天 你如果对我有什么痛吗 我可以补偿给你 但是你不能害我 你知道积枢的南宫家 会有什么后果吗 我早就说了 这小子尚不得开灭 南宫家和这小子说话 就是浪费可折 小子愿意替您尊幽 我愣着干什么 拿下 我看谁敢 月琪 所有人推下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吗 会想 爸 妈 我非夜天不降 他就是我苦苦寻找了多年的男人 相信女儿的人 他肯定会让我们南宫家 登顶龙国的 你好糊涂 你连他的面都没见过 你怎么就能确定 他就是你的真命天子 我可以确定 好 我就看你的面 给他一个机会 小子 听你的口气大了 我女儿也说 你能给我 南宫家 登顶龙国的能力 能力不大 登顶龙国 这又什么 好 有你这句话就是 今天来参加 圣天之会的 也都是各地的青年才俊 我南宫头 不会厚死活病 就给在座的各位 一次和我们南宫家 联姻的机会 我们南宫家族发展至今 已经到了平静 我想登顶龙国之爹 必须解决八大蓝落 谁能帮我们南宫家族 解决这件事情 我们南宫家族 就愿意取配自己的女儿 这我知识的 八大蓝落 也就是南宫家族的 发达竞争对手 他们在龙国 个个都可以呼风唤雨 我们南宫家族 是把这八位巨拨扳扳出来吗 这不可能 别说我呢 就连帝都四大公子 也没法全部解决八大蓝落 可圣天之会 举所有家族之力 能解决七一都市人 爸 你这么做 是想让女儿 一辈子都嫁不出去吗 还是说 你在拿我当利益交换的工具 我是你父亲 怎么可能让你嫁不出去 怎么 口口声声说 你认可的男人 横推无敌 现在怎么不敢接了 可是 在座各位 有一个算一个 都能加入我南宫家族 即刻照告江南全省 小大 可别说我 没有给过你机会 叶天 看看你干的好事 原本整个圣天之会 我们江南裁决 还有机会 嫁入南宫家 成为成龙快婿 现在可好 这条圣生之路 被你堵死了 是啊 八大蓝落 各个晴天俱布 哎 叶天 别怪我不帮你 我对你已经仁至一尽 你没有得罪能攻击 你是得罪了整个江南省 三年 叶天 我就给你三年成长的时间 三年内 如果你能解决 我就将女儿嫁给你 三年 三年太久 我只需要三天 你说什么 还有 我喜欢你 我想什么 就你 千古之梦 好美啊 叶天 多美吗 沉一落雁之词 我还以为 你会不要我了 上穷碧落 下黄泉 这一辈子 你休想离开我 荒唐 诸位 我女南宫渊 从小就患有义语症 幻想自己是什么 魔君的徒弟 爱恋着所谓的魔君 这也是我们南宫世家 为什么这么多年 将他养在身归的原因 都说家属不可外扬 本以为这件事是个秘密 可这一天 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这件事 就想利用我女儿的这一点 获取她的好感 叶天 揭开我女儿的面纱 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她负得起 你们所有人 都没有我了解 爸 妈 你们不信叶天 总要信你们女儿的眼光 我南宫渊 眼高于鼎 帝都四大公子 都入不了我的眼 怎么会选错人 我相信你 三天的时间 你肯定能做到的 三天后 我等着你来娶我 放心吧 小事一桩 哼 大话谁不会说 三天 恐怕连找个墓地的时间都不够吧 人心不足 蛇吞下 不懂得见好就收 这就是下场 我知道你们都在等 看叶天的笑话 不好意思 让你们失望 三天后 还是这个地方 我让你们 所有人都看 什么叫做 藏牙一世 女儿 他这次你真的看走眼了吧 他到底是谁 值得你这么看重 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你们可以重情地唾弃他 但是你们根本就不了解 他究竟有多恐 女儿 你是不是搞错 你说的 和这个叶天是同一个人吗 当然是同一个人 那人 可斩威威昆仑 也可擒龙沧海 我相信 这世上 就没有他办不到的事 林总 这是南宫家族的全部资料 八大竞争对手 排名第一的 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黑龙店 因为多年前 和南宫家族交恶 阻断南宫家族 一切海域贸易 导致南宫家族 每年亏损 至少上千亿 难办呢 哎呀 林总 你难道还真相信 那小子 会去解决 南宫家的竞争对手啊 估计早就跑了 你还替他操这个心 别说我跑了 叶天 你还来我们公司干什么 要钱呢 哎呀 你都是南宫家的 成龙快叙了 连金条都不要 还差这点钱 男人 我真是人钱一套 背后 要不要是我的事 那你给不给 那是你的事 一不不一 好了 你去我的公司账户上 支取一千万 打到叶天卡上 哎呀 林总 快去 叶天 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 什么 上次坦诚相见 没看够 是不是还要多看一遍 你 真不知道南宫院 那种大小姐 看上你哪一点 好了 说正事 这是南宫家族 八大姓冲 这首的全部资料 我已经帮你看过了 如果非要尝试的话 会从最后一个开始 是吗 我倒想看看 第一个是谁 黑龙殿 龙国最大的黑道总绪 黑龙殿 当初随我一起 堕入深渊的 还有十二魔兽 魔兽 怎么 害怕了 害怕就放弃吧 别不自量力 看在你为我 飞雪集团露脸的份上 我愿意给你到南宫家族的说服 会开车吗 什么意思 送我去黑龙殿 如果你想成为云城 金子打监的女王 那就跟我走 你站住 你让本总才变得到司机 林总 钱我已经打过了 叶天 他人呢 算了 独一把 叶天 你该不会一个人就想闯着黑龙殿 上一个这么做的人 已经被剁碎胃狗了 谁说我 你不查用 黑龙殿的人 出来 叶天 你疯了 我好幸好意带你过的 你要害死 我跟你无冤无仇 害你干嘛 你知不知道 在黑龙殿的地盘上闹事 是要出人命的 黑龙殿 想来以拳头试人 就你这小生的 是 我这双鞋 从打过河山 还能怕区区的重点 走吧 跟我进去 带你见识一下 小子 暴力于血 哎 还进去 我求求你饶了我吧 我可不想被打成猪头 对了 南宫家族他们对八大竞争对手 十分看出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在南宫家族的掌控之下 你前脚刚进去 后脚他们就知道了 别在这耍 这样 对 哎你 还是跟南宫小姐打个对话 监公子 为了小女的事 你还特意跑了一趟 没必要吧 南宫叔叔 没能参加圣天之会 是我的遗憾 如果我参加 我相信南宫妹妹 一定不能选择夜天了 小姐 怎么了 刚刚林飞雪打了电话 说夜天一个人去了黑龙殿 真是不知 敢一个人不闯黑龙殿 是有多么无论 如果这样也好 断了你这傻丫头的命 南宫叔叔 我看南宫妹妹表情平淡 看样子是丝毫不在乎那个夜天 叔叔多热 南宫妹妹向来时大提 我看选择夜天 也只不过是一时玩笑 江公子 你错了 不是不关系 而是不关系 南宫妹妹对那个男人 就这么不行吗 我和庸龙殿也算是有几分交情 如果 多谢 不需要 情况调查的怎么样了 少爷 钢子跟老三的尸体找到了 死状惊恐 生前像看到了鬼一样 查到谁干的了吗 还没查到 监控饭头 不知道什么原因 全都是句话 继续查 是 呃 少爷 又怎么了 说 林飞雪带着夜天去了黑龙殿 什么 林飞雪这个箭子 还真和夜天 绑定在一起 是 靠我怎么收拾的 带人去黑龙殿周围 密切监视 是 是 弱大的黑龙殿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吗 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敢在我黑龙殿的地盘撒野呀 你就是黑龙殿店主 陈飞龙 小小毛贼 也配我们殿主亲自说面 开什么玩笑 在下铁手 黑龙殿直视 小子 你赶着走黑龙殿 算有牛殿单 江湖盗着鬼 给你几个面子 两个招子吧 我是南公家派来的 你们封锁南公家的 还要冒断 把他签了 一切好说 大家服务 打打杀杀的事 南公家也算龙国事奖 怎么派你个脑瘫玩意来送死 你是不是 这南公家有仇啊 你说我送死 不是吗 那就 你怎么说呢 我都说了 大家文明人 最不喜悟的事情 就是打打杀杀 你为什么要逼我呢 谁跟你什么名人 挂了你的心肺 下酒 下酒 你几个人 你几了一人 儿子 别敢在本子面前 小子 喜唱 杀了他 你几个都起因 你凑死你 你凑死你 哎哎哎哎哎我的腦袋快爆掉了 哎 老闆家的没事吧你不是说黑龙店有多 有多少个人 提醒别让我再来 我再去 去叫死我敢叫 怎么还不出来 好歹你要把尸体扔出来我好给他收尸啊 难道 他被黑龙店乱人分屈 连渣子都不上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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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猛 那不是黑龙店的店主吗 这小子把店主的招来了 小红 这位女士 你在我黑龙店停留做什么 我从小仰慕黑龙店 刚好路过 想拍照留个念 店里有一人闹事 我正要去处理 你跟他没关系吧 我跟他没关系 我不认识他 那就赶紧走 免得见你一身血 叶天 你死的好惨啊 南宫叔叔 要不我们打个赌可好 赌什么 就赌叶天 能坚持多久被黑龙店阴准 我看不出半小时 我赌十分钟 刚进黑龙店就会被打成筛子了 南宫妹妹 现在我打电话还来得及 你还是先照顾好你自己吧 小姐不好了 一天不知道在黑龙店做了什么 惊动了黑龙店的其他孙子 现在黑龙店的所有成员 全部往黑龙店的组部赶 连这黑龙都已经去了 果然不出所料啊 这下可好 即便是我 也只能保全个全身 你死屁了 你死屁了 他简直不是人 这是魔鬼 算了 不得了 先杀了你 就不该相信叶天能做他 不行 我是真没想到 世上还有你这么容易被骗的女人 你还真是跟叶天一起 你来干嘛 当然是来保护你啊 免得你被叶天连累 黑龙店杀人是不会怜向西域的 这么说来 我还得谢谢你 不好意思 我这是错鞋 可高攀不上你 十二 别说气话 气话 你高攀不上南宫渊 倒想回头来吃回头草 告歉 我宁愿相信叶天 也不会再相信你一句鬼话 我就等着叶天是怎么被抬出来的 到时候 看 借 你 不要了 人呐 继续 我还没热身呢 大哥 你瞧瞧我吧 真美 谁敢挑衅我黑龙店 我腻了不成 哎 老大 你可算来了 你要再不来 黑龙店就保不住了呀 鼓鼓啼啼 成何局 我倒想看看 是谁 是挑衅我 陈黑龙的鬼影 就是他 就是那小子 你驻 你驻 就是我夜天 夜天 国帅黑龙 还不归位 国帅黑龙 陈建国主 清帝挪军 起来吧 我还以为你认不出我来 怎么可能 主人 我等你等得好苦啊 去旧的话 文件你都看了 主人 你就是要把南宫家的八大对手 全部集结 一个一个的跑 我都懒得跑 你替我把事情都办了 不听话 少 交给属下 对了 十二国帅分散在世界各地 建国主归位 我打算召开一场发布会 全球直播宣布的回归 三国帅也该归位了 我也有点想念 连你都混成了黑龙店的店 这帮家伙 应该不会惨 准了 是 属下这就去办 等一下 见面会之旅 一定要八大 好嘞 不宰他们 造计黑龙店所有兄弟 给我主人完成任务去 是 飞雪 你就别等了 这时候夜天已经碎成渣渣 只有我公云飞才可以帮你飞雪集团 难道真的不行吗 看来是我看左眼了 叶天 你死 这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叶天 你好好 没事吧 叶天 你是从黑龙店出来瞎了吗 没看到我走了 我 黑龙店的人 很不愿意说话 对了 黑龙店的接手好像有话 请问 是飞雪小姐吗 从今天开始 黑龙店将会分出一部分口岸 不飞雪 就算免费使用 飞雪集团的安保问题 也由我们全权负责 换句话 应该没有人敢再对 飞雪小姐不利了 这是真的吗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已经说了 哥勒普尊 是你最大的 难公妹妹 我真不知道 你是怎么做到如此平静的 难道 你就一点也不担心吗 小姐 出事了 难公叔叔 看样子 我们的赌局 已经有结果了 说吧 那小子 是不是死得很难看 不是的 最新消息 叶天已经完好无损地 走出了黑龙店 什么 这不可能 陈黑龙明明已经过去了 黑龙店主脾气那么暴躁 有人要拆了黑龙店的招牌 怎么可能全去全回地走出来 我就知道 他肯定会办的 好 我知道了 难公叔叔 黑龙店刚刚宣布 要召开一场盛当见面会 见面会 不错 见面会上 会出现一位天大的人物 据说 连陈黑龙都认他为止吗 哦 连陈黑龙那样的巨伯 都甘愿为辜 我想象不到 那位赵武是什么人物 所以 叶天之所以能够出来 我看就是运气好 碰上这种事 难公叔叔 我江家的几个朋友 也受到了邀请 不如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吧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你不是定了三天之约吗 三天之后 恰好也是见面会 不如称这个时机 我充当税 将你们南公家和黑龙殿 化解恩怨 你觉得怎么样 嗯 这样最好 如果这件事能办成 盛世之会上的婚约 就算在你头上 爸 好了 江公子还在为我们南公家 登顶龙国 劳心劳力 和你那夜天呢 哦 去黑龙殿走了一趟 就想让我嫁女儿 没门 想要我答应 就得拿出真本事来 一切 三天后见分晓 好 那就等三天后 你们自然会看到 夜天如何一览众山小 夜天 你和我说实话 黑龙殿的事 姐姐没有 想知道啊 当然 这对我很重要 那就拜我为主 我会告你 夜天 你疯了 你放开我 别以为你睡了老娘一次 就可以吃定我了 怎么了 睡了一次 就不能睡第二次 我今天累 需要因己滋费一些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放开我 不要在这里 我在这里在哪里 主任 已经办了 剩下的七个大佬 都愿意为南公家 让路 到时候 见面会上会宣布 办得不错 按照您的要求 夜天应该受邀参加 见面会 到时候自然会 给他们颇天的好处 毕竟我霸占了 夜天这个窝囊费的身子 这么久 帮夜家一次 也算尽了人情 看夜家意思吧 如果给脸不要的话 那在见面会上 就不是他们夜间 能否把握得住机会 就在他们一面之间 我主品泥天下 要我看 根本不需要您让步 他们根本不配 无关解药 我自小无负 这夜家 也算我的母族了 跟我回家组 爸找你别问 十分钟之内 你会赶不回 就在我们家家吧 行 亲爱的 你看我给你买什么了 讨厌 怎么又买戒驰啊 你带一下 家主马上就到 等一会儿吧 你看 你有病是吗 你想干什么呀 听不懂话 你到底该坐在北上去 你再求一遍 大少爷 二少爷 可是你的兄弟 虽然你是失神 缺乏家酒 但 你得有做兄长的样子吗 王滚 我父亲也 家主不在 我得帮家主管着点大少爷 你知不知道 圣天之会场 你成为业家的孝人 啊 原来如其 你成 你可教我 你还以为我是 以前惹不回头的业家 你 你 你什么 当你还嫌脏了吗 哼 反了你 我是家主的人 啊 那你就去告诉业主 看他会不会为了你这个家 还有 以后我在业家再跟我 我讨断 滚 滚 让开这家伙心 你变得这么强势 还是以前没对话 牛逼 哎 这么早啊 哎 爸 哈哈 爸 您身体 还好吗 死不了 我这次把你们叫来 是因为我 觉得我的身体不太好 想和你们商量一下 我可以去管公输的 去去去业家 我懒不成价 不过陈黑龙答应 算是业的 是不可能便宜的业 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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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成为最大的公敌 已经成为最大的公敌了 怎么回事 爸 他声称要给南公家解决八大拦路 八大巨拨在云城关联的集团和家族都开始打压我们了 真的真的有辞职 我也爸 他叶天就是尘世不足败事有余 叶集团 你还是交给我吧 叶宏困 我能让业家与南公家平起 坐 你说什么 叶天 话不能乱说 南公家族那是高不可盘 我们业家在人家面前 那是连九牛之一毛的一毛都比不上 爸 你要是没去过上次的顺天之会 他 牛都吹到天上去了 只有无能的人才会吹 而我 我吹的牛都会是鸡 机会就本人人气 能否珍惜就看叶家 机会 机会在哪 在天上吗 快让他掉下来让我们看看 能不能让叶家一飞冲天 我告诉你叶天 我叶宏困苦心经营了十几年 叶家的每一村土地都有我的功劳 你想跟我抢 你配吗 黑龙殿指示大人到 黑龙殿铁手大人有失怨因啊 不必了 我是透明而来 黑龙殿于三日之后 将举办一场别开身边的见面 很要叶家立临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很要珍惜啊 话已带到 我自走了 我送 叶炳坤啊 你不是说没机会 你看机会了 你的努力 亦不够吃 这怎么可能 你给你挑战了黑龙殿 结果黑龙殿还送来了 有权 眼见为师 你说呢 好啊 叶炳坤 没想到平时你一声不响的 还能办出这么一件大事了 这次的见面会就交给你了 你得好好表现 爸 这次的见面会需要仔细处 我需要一个人帮我做事 好说 咱们叶家家族上上下下那么多人 只要你需要随便挑选 这个人 弟妹 刚好合适 你 爸 我 叶炳坤 怎么 这可是叶家崛起的大火机 难道你不想帮家里做事吗 当然 当然不是 那就辛苦弟妹了 好 今天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累了 我得回去休息休息 你慢慢慢慢聊 啊 王倩倩 以后你就负责帮我 洗澡 洗褲 叶炳 你不要太过分 我是你弟妹 你竟然羞辱我 没错 我就是在羞辱 你欺负我 我可记得一羞 叶天你 哎 你敢推我 我可是叶天 你看来今晚得好好教你做人 啊 啊 别禽兽 啊 啊 啊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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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天天应该怎么办啊 一切那个家伙 现在已经凌驾在我们头上了 小夫人则乱打谋 见面会的时候再说 江公子 你找我出来 不知道有什么事 玉姬 你是南宫小姐的贴身随从 对你家小姐一定再了解不过 你难道 就真的忍心看你家小姐 往火坑里跳吗 说实话我也不理解小姐的选择 如果可以的话 我当然不想小姐嫁给燕天那种低层似的人 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 南宫小姐生心倔强 她做出了决定 石头牛的拉不回来 所以不如我们合作 从叶天处着手 你是想暗杀叶天 我江山峰还做不出那种下族的事 你只要按我说的做就行 你想要我做什么 我听说 你家小姐手里有半个月 十分开心 你家小姐找我 这人呢 不是我家小姐找你 是我 要越基石吧 说吧 找我什么事 大家时间都很宝贵 我就不废话 下来这个字 本人夜天 即日起 自愿和南宫渊一朝几顿 继续念下去 不必了 你才跟我过家家 我没那个闲工 我家小姐让我告诉 她已经玩意 继续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你和我家小姐 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你根本配不上我家小姐 我配不上她 当然 南宫渊 南宫家族千金 追求者众多 黑龙殿不日将会举办见面会 南宫家族和八大巨博 达成和解 不出半年 南宫家就会登顶龙骨 而到那时 世上男子都会成为 我家小姐的脚下俘游 包括你 想不到南宫渊身边 还有你这么一个眼见 宅小人 我的能力 与天皮 岂是你人的小姐 哼 果然啊 还是一如既往的痴人说梦 与天皮 那你倒是说一说 你有如何的恐怖身份 我也不刚抬你 你若是能比肩 黑龙殿的大当家 我就赎你 黑龙殿 陈黑龙殿的本尊 也只会顶你 别吃人说梦了 叶天 我劝你还是赶紧把字签了 我家小姐心善 不忍你一脚辩 这样你还能得到现金的补偿 好啊 让他心自 你啊 还不够资格 这种小事 就不劳烦小姐出马了吧 你要知道 若不是你强闯圣天之会 你和南宫家 这辈子都不可能有交情 你这种人 别说是我家小姐 即便是我 也不会正眼瞧你意义 我想你误会 从头到头 我都没有要求过 你小姐嫁 是他举行了上天之会 是他 提出你的 是他 拿着饭块玉佩 满世界找他 朝思不醒的 满世界找他 朝思不醒的 你 你这是照片 我在陈述事实 事实 事实就是 你这小人钻了空子而已 你还真以为 南宫家对你始至不语 豪门谈感情 我看你是脑子嗅的了 记得 地位决定眼界 你这种人 只是想法偏激吧 明明南宫妹妹 对你已经没有死 你还产生很恐怖 真是 无知 那这个呢 你还会受无知吗 这玉佩怎么在你手里 这玉佩 可是南宫妹妹 亲自交到我手里的 接受现实吧 这东西 地摊货 不值几个钱 南宫妹妹 让我转交给你 的确是她的 明日 见面会就会召开 到时候 我江山峰 定会利用江家的力量 为南宫家族和黑龙殿 合计 等到见面会结束 南宫渊 必定会成为整个龙国 最炙手可热的女人 至于你 这一次 你可没那么幸运 你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我看是你连参加的资格 陈黑龙 就是因为我 才继续的见面会 十二国帅 八大巨破 届时都要服属 第二 任你为主 任你为主 你怎么不说陈黑龙 都是你的奴仆呢 没错 陈黑龙当初就是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呀 这些话要是传到外人眼中 那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你真是为小姐感到为爱 居然错把你当成的 行了 玉佩 我已经转交给你 你是时候离南宫家族远一点 别来这边 这张卡里有十个亿 够你吃喝一辈子了 垃圾的东西 只配待在垃圾的里面 最好 这是南宫渊的真实意思 如果你背着他做这一切 给他知道 他会有 好 我胜 你 江公子 我们这么做真的好吗 我骗了他 更是骗了小姐 别担心 你家小姐 会礼建议他 主任 记住江家家主江 得知我任你为主 愿意在见面会上 献上江家八成自然 只求成为您的家族 地主 江家 江家和我黑龙殿 一直焦急颇多 也知道我黑龙殿 新着急了各路魔帅回归 这些家伙一个比个厉害 您还记得魔帅清仓吗 当然 那家伙 娶了一国公主 现在已经是那座小国的国主 日色滋润的很啊 所以当江家看主任年 一声令下 召集了世界半数的权势 当然想同辈 这个是他江家难得的机会 您看 行啊 既然如此 那就见面会上说吧 主任 见面会还要继续吗 南宫家如这么耍你 要是我直接卢洛夫人 去去誓死我家族 辞入管理 那怎么行 你还不知道我吗 最好打脸 话说很厉害 今天要被打脸的对象 还真不少 我的手 也起仰难耐了 大哥 我都已经查清楚了 南宫渊之所以一个劲儿的跟叶天在一起 全是因为一块玉佩 只要我有这个玉佩 南宫渊就是我的 别着急 待会叶天来了 看我的吧 说曹操曹操就到 叶天 你先等会 话前前 稍好就到 有事吗 大哥 你身上那个玉佩呢 玉佩 哎呀 行了 你不就靠那块玉佩 才让南宫渊死心大地跟着你 你看 爸爸集团都交给你 现在集团是你的了 可这好处 不能都让你一个人站 什么意思 你把玉佩交给三弟 你就跟南宫渊说 这玉佩本是三弟的 三弟是机会 给他 他配吗 叶天 你可是我大哥 不能这么自私吧 啊 公司你要 女人你也要 哪有这么好的事 便宜都让你一个人站了 你行 你也站了 我告诉你 我叶天的子 没有失守 也没有愧 是我的 不是我的 都要 你你快放开 叶家怎么出现你这么个贪得无厌的腻子呢 别说 果然有别种的道理 你说什么 放开 哥 就是这个 三弟拿着 我警告 我还会 他不是你们能碰 就你碰着 我的 再说 我还会 这玩意儿啊 是我们的 只要我把你交给南宫渊 南宫渊就是我 别逼我 乖了一陪你 你们碰我可以 你的蛋宫渊就是处于你 你想干什么 转过身去 一直往前走 走到江边 然后 跳下去 跳下去 叶天 炳空和叶泽他们人吗 洗澡去了 洗澡 洗澡 关键时刻 没一个中用的 叶天 我们进去 李太太你也来了 好 这就怎么办了 这就怎么办了 这就没机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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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慕容叔叔 魏叔叔 文叔叔 好久不见 这不江家大小子吗 好久不见 江少主 据说 你要做我们几个老家伙的画室人了 这真是 年纪轻轻 非常的有风分 客气了 全靠家主的面子 三位叔叔 三位叔叔 俗话说 冤家一解不一解 今日南宫叔叔也在场 要不你们看 哎呀 好说好说啊 江少 听说你就要做南宫世家的成龙快叙了 啊 那我们三大世家会顶南宫家登顶龙锅 那也不是什么难事啊 好啊 江山拜有人才顾 加上陈殿主 八大竞争对手 江公子一下就解决了四个 客气了 南宫叔叔 说不定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 来 一起敬后几次秀 一家人 一起干杯 南宫叔叔 谁来了 各位家主 站住 你小子来干什么 谁让你进来了 南宫家主 这是邀请函 这运气到 云辰只有三家命额 竟然还有你们业家 小子 我警告你 我女儿已有良配 别再纠缠我女儿 良配 你说的是这位 金玉其万 败寻其无 天天 今日见面会 可是比盛天之会隆重数倍 来的也不是青年才俊 而是世家家主 可谓是天皇贵胄 南宫叔叔身份贵重 不愿和你众种小人物刺破脸 你知不知道 南宫叔叔是想给你留条活路 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 我怎么需要别人给我活路 你可别不知好歹 不知好歹 我看不知好歹的是你 你信不信我们一句话 就让承认你像 像丢垃圾 扔出去 厉害 真是厉害 我听说圣天之会上 你就很慌 我呢 没赶伤 今日一见 果然民不虚传 这是哪来的小子 如此不知好歹 难道是哪位世家的私生子 这私生子 是真的 但什么世家 就是假的 无非就是一个云城的洛伯小巫啊 小子 我警告你 今日是我们南宫家 和各大家族和谈 事关重大 你最好给我闭嘴 闭嘴 晚了吧 他可是得罪了陈殿 小子 赶紧跪下 要不下 你还无配 哟 一个世家家主不配 那么 再加上我魏平生呢 两个世家家主 你还不下跪 哈哈哈哈 有意思 好久没见过这么狂的后生 那再加上我魂烈红的 三大世家 控制着龙国 半壁江山 你说 呸 全愿民态 哼 这三位 可是和我们南宫家 并争的世家 他们曾经和我们南宫家 有过嫌隙 可我更 敬重他们 所掌控的权势 我希望你 不要污辱他们 你还说让我帮你解决八大难目 是 今日 今日竟成了你做商品 要说同流合污 还得是你呀 叶轩啊 我们小门小部能得到邀请 已经是万行 这些什么 这些世家 随便一句话 都能让我叶家灰飞烟灭 难道 你非要害死我们吗 叶轴山 现在叶家 我当家 我让叶家 行 谁敢让叶家慌 你 你 我到手去 我都说了 他们不够 我 叶天 你要送死 我们不拦你 我们叶家 好不容易有今天 你不要连累叶家 既然如此 那再加上我江家如何 江家 不错 我江家 控制北方经济命迈 诸多世家中 我江家 可排名前三 此次见面会 陈黑龙 不过是抛砖引玉吧 真正的大佬 是陈黑龙背后的神秘人物 而我 江山峰 已得到准许 能在见面会上 单独给那位大佬进来 这份殊荣 放眼全场 只有我一人而已 现在 我问你 我江家 都得吗 你江家丧狗屁 你 江公子 竟然可以给那位神秘大佬 敬酒 那我们这些老头子 也该退休了 日后龙国的守护人 也非江公子摸出吧 是啊 据说 那位神秘的大佬啊 不仅 能让那个陈黑龙臣服 还能 以一起之力 发布照令 聚集全世界所有的强者 这才有了 今天的盛会啊 好了 都别说了 叶天 搅乱接 和五大盛家为敌 今天 宣布 小你和他 一刀两断 从此 叶家在云城 出名 可喜可贺 南宫叔叔 你终于下定决心了 我这就通知南宫命 小姐 见面会有家主和江公子 你就不必去了 你要拦我 小姐 叶天他就是个 不折不扣的混蛋 他配不上你 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 我岳配呢 小姐 我只给你一次 坦白的机会 小姐 我已经把玉佩给了叶天 我还给了他一笔钱 我让他离开你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 往火坑里跳啊 他已经答应了 答应 是的 你知不知道 有什么资格替我做决定 小姐 我 我跟了您这么多年 我可是您行妇呀 你可知道 他是我霓皇什么人 你自裁吧 小姐 我 我只是犯了这么点小错 可我出心是好的呀 其他的错误都可以不再 但千不该 万不该 惹他生气 小姐 小姐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断他一条腿 是 住手 住手 来的正是时候啊 南宫妹妹 我要让你看看 这个男人怎么跪等宫铁的 有眼无珠 你们知不知道 他是什么人 都给我退下 南宫月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要保他吗 我身后有黑龙殿 有三大侍甲 还有南宫叔叔的力挺 你确定要在这个时候 一意孤行吗 我站在哪一边 好像跟你没有关系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跟他道歉 看在你们江家 跟南宫家关系还不错的分上 说不定还会给你们江家 留出一条活路 留一条活路 就他 别闹了女儿 你就这个态度 我的态度还不够明显了 好 那我就让你们看看 我南宫鸳的菜子 南宫妹妹 我们别来了 这就是我的菜子 叶天 你躲在女人身后 算什么本事 南宫月 你既然敢打我 就为了这么个废物 就算他脊梁够硬 膝盖够硬 就他一个人 怎么跟我们斗 跟我在这玩 一枪孤勇是吗 啊 真是天大笑话 一枪孤勇 你错了 他并不是一个人 你们不知道 他背后代表的是什么 哦 难不成 他很厉害吗 那你知道 我江家背后 代表这是什么吗 全场嘉宾 只有我江家 有资格给那位 神秘人物敬酒 这且不说 就算我江家 坐镇北方 兴盛百年 再加上 黑龙殿的使命 我江家的资本 也丰厚得很 嗯 而他有什么 难不成 是隐瞒了什么 京士害俗的身份吗 啊 还真有可能 可是我从来 没有听说过 有人从出生 就开始隐瞒 而且一隐瞒 就是二十多年呢 哈哈哈哈 南公园打你 应该给他庆幸 那是因为他想救 我呢 脾气不好 杀戮极重 你最好别人 死最能力 我最能力 是 天主 嗯 陈天主 要没有您 我成想哪有机会 接受到那样的人物 客气 不过我可警告 连我在那位人物面前 都只是小兵一个 你们江家 最好不要走 敢问殿主 您说的那个神秘大了 究竟是何时分 我听您称他为 清帝啊 这事上 能以帝为名的 可不多见 就给你交个底吧 那位啊 是最阶级神 哪怕你们江家 得到他一丝丝催泣 在龙国 都可以合得走 他有那么大的能量 只要他愿意 一言可倾国 一言可蔑视 只能说 他出现在龙国 是龙国之幸的 等着吧 开箱阔土 这星龙脉 都不是男神 好 看来我江家 崛起的时机到了 殿主 您是不知道啊 我江家 是在北方 升红百年 被其他十家打压 一直走不出去了 如果抓住 这次千载难复的机会 是清帝大来的吗 喂 清帝大人 通知下去 江家的竞取资格取消 让那个江家的家族 滚过来 我不是他爹 教育儿子的事情 还是他亲自 什么 还有这种事情 好 明白 江 对 那个真实身份好的人赠 赠格还怎么了 马上滚去见面会 这人赠格把清帝大人得罪了 清帝致命造庆 让你好好管救儿子 都不到大人的原谅 北方江家 就等着命门吧 我 我这就去 你把这家伙到哪了 西平民 国帅委进到游戏 我我这子 跟他们说 什么时候内赶到见面会 是 小崽子们 黑龙同时 我们十分钟内 到达见面会 我们加快速送 黑龙那小子 还真是幸福 竟也在龙国 要不然还轮不到 他对我们要五颗六 我比不过黑龙 还比不过你们 我肯定第一个 见到主人 就你小子 在十二摩帅序列中 都排名末流 还想跟兄弟们比 兄弟们 给这点颜色 瞧瞧 人很快就到了 爸 你再不管管 我们叶家客就废了 天啊 当爸的对不起你 你这身份不正 让你在叶家受委屈了 可你也不能如此啊 你干脆拿刀把我杀了 现在杀好 有挽回的余地 全当我求你了 别闹了好吗 我没闹 如果叶家 还想破天富贵的话 就老老实实 站在我身后 这一切 我叶天撑着 如果不要 门在内 好走不送 你 简直无可救药 啊 这 我求你了 收手啊 叶天 富贵子 那可是大不孝啊 就不怕遭天遣啊 天遣 笑 既然叶家已经做出了行业 已久已见 叶天和叶天 再也没关系 叶天 你 你要和叶家 却练 爸 你混乡你 小子 你可知道这瓶酒的车 你可知道 它象征着什么 今日见面会 清帝为首 以酒为美 我等供奉清帝大人为主 今天 都被你破坏了 是 你怎么知道 这简直是为我 味道广泛 实在 清业了 你太放肆了 南宫渊 你看到了吗 那是他自己找死 他以为他是谁啊 啊 他是什么身份 你们等会就会知道 还有 这世上 还没有谁 能和我的男人比起 江山峰 自寻死路的人 是你 你 你被他骗了 他就是个私生子 被世人唾弃 他这么做 就是在报复社会 报复叶家 他自己想死 所以要拖着我们下水 清帝一到 我们都要受过 好啊 这就是你在见面会上 大放厥词的原因 你看清楚了 这就是他的心思 爸 为什么我认可的人 你永远就是不相信了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比谁都清楚 这么多年来 我可曾求过你一件事 今天 就算我求你了 别和叶天为敌好吗 我们南宫家 能否登顶龙国 全凭他的一念之间啊 南宫爷 你真是被这个男人的骗术 充分了头脑 今天你说成话 我也不会相信你 我再说 最后一句 带我来 我不 你 好 好啊 叶天 我恭喜 你成功的把我女儿给拐跑了 我既是父亲 又是一家之主 不得不 为我们南宫家族考虑 既然如此 我也学学你 爸 你相信我 你此久为鉴 从此 你南宫爷 与我们南宫家族再无关系 叶天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南宫家族都和南宫渊断绝妇女关系了 你要还是个男人 就把南宫渊交过来 我保证 我尽可能给你留一句 全识 你好 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凡人的念经 永远的念经 江山峰 我看你不是对我这些 你只是动了美色之心 不想南宫渊成为我的女人 叶天 别白费力气了 就算天塌下 我也不会离开叶天的 那就怪不得我了 今日的见面会 本不一见心 但叶天不足 不足以贫重分 我愿守任叶天 他有人愿意跟 叶天 你啊 爸 这都是叶天自找的 再说了 世家心善 不会连累无辜 叶天 跟我们叶家 已经断绝关系了 此人一戒末流 调新世家权威 早就该死了 我慕容家 跟了 我愿守任叶天 以敬效尤 不错 应该除掉这小子 而且下手要尽快 不然 陈殿主 带着青帝大人来了 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 我慕容家跟了 好 我们家也算一分 小子 能死在我们世家 屠道下 这辈子 也算是吃了 天呐 世家联手发布 中杀令 百年不遇啊 这人已经人神共愤 杀他不是犯罪 是在行善机 德做好事 我张家跟了 我李家跟了 小杀令 中杀令 中杀令 前天 中杀令 前天 中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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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怎么这么躁闹 说 你还是 你 已经 别人离工了 啊 岂有此理 这群砸碎 走 叶天 叶天 你是不是吓傻了 还不从那个神圣的位置上滚下来 受死 时间差不多 还在 你是想说陈殿主要来了是吧 放心 殿主来之前 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来人 你要多少人 我给你 陈殿 你今天终于来了 可让我们好等 陈殿主 别来无恙 什么就一个人 叶天 我本来想让你 既然陈殿主来了 那你下场 他可比我很辣一万 是 正着瞧 爸 你干什么去 我去找陈殿主说几句好话 叶天 他毕竟是我的亲骨肉 爸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都是叶天他自找的 再说了 我们叶家算什么 能有心受邀来这里 已经算是祖上烧高香了 李师这么个礼 可 叶天 你还愣那干什么 快就下来 求求店主 老头子 我一直被你视为叶家之耻 今天你给我看清楚 什么叫做千里江山 我为王 爸 我说什么来着 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难公之理 你好好劝劝他吧 男人的事 我一个女人 没有资格插嘴 你 你们 你们 哎 陈黑龙 你 有件事情需要给你归报一下 干什么 别乱 刚才有个人不知死活 羞辱我们 还羞辱你 我们几个自作主张 您不会怪我们吧 怎么样 那还用说 电武清击见面会 当格杀 一论 只是 一吃蝼蚁而已 你死就行了 不费 陈电主 您费心了 南宫家主 这也是你的意思 不错 为了和各大家族搞好关系 我甚至和我的女儿撇清关系 也要出了此门 她实在是犯了众怒 好啊 连你们南宫家都加入了 还有谁加入了 全场嘉宾宾客 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加入了 这是众望所归呀 我 还有我们 你们 我们是叶家的 这是叶天的生父 我是叶天的弟妹 怎么 你们叶家也加入了 不错 我们叶家大姨灭亲 同意诛杀此物 以谨效尤 陈电主 要算功劳的话 也要算我们一份哦 好啊 小的 她眼睛都被狗吃了吗 都够活开 我看 该灭 该杀的是你们 黑龙建建主 陈黑龙 拜见青帝大人 拜见青帝大人 青帝 我没听错吧 青帝 怎么敢这样 青帝 总是隐藏的神秘大佬 怎么回事啊 这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陈黑龙来迟 请青帝大人输罪 陈黑龙 这就是你为我 见面的 这就是你找的一些贵宾 你不是说 世家已经俯舍了 我 这不是 你们嚣张得很 请青帝责罚 都是我的错 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我脑袋都快搬家了 你想怎么交代啊 这 这 还有 这酒 他们说是至尊珍藏 千辛万苦准备的 江山风 你不是要敬酒 这酒我喝不 喝的 这位置我坐不坐 坐的 一览众身心 还真是记忆 叶家 要跟我顺利关系 男公家更有 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要 要与我为敌 放弃灯笼 军 叶天 这么说 是 是你 要请我们参加 这边会的 废话 要不然 凭你们叶家叶配 出现在这里 不仅如此 青帝大人 更是给你们准备了 一场破天富贵 只可惜啊 你们白白浪费了 大好机会 怎么会这样 叶天 你如果真的是青帝 这可是代表 代表者 包括我在内 你们男公家的 八大竞争对手 都会俯首帖耳 男公家登顶龙国 指日可待 而你 世上竟然还有 你这么蠢的人 是我错了吗 我早就说过 我看上的男人 绝不会查 只是 我一个人都不相信罢了 陈店主 你一定是弄错了 这小子 我查过 他从初春之日起 就没有离开过云城 一直就是个 混吃等死的废物 他凭什么能得到 你的尊敬 这不科学 闭嘴 爸 你可算来了 你可得给我做主 他 你也这样 还不愧下课头 赔罪 爸 你这是干什么 你在救你命啊 我叫了狠毒 怎么生了你 这么个寸货 谁能告诉我答案 陈店主如此 你也如此 究竟发生什么事 爸生了什么事 你不知道吗 你自己干了什么 我就是要把他 我张家子的入主中原 为了多大的努力 好容易得到这么一个千载难乎的机会 可是你呢 全被你这个败家子给毁了 爸 我知道错了 业障 你就是张家的业障 你毁了张家 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我真的知道错了 爸 滚蛋 啊 江洪度不止你一个儿子 从今天开始 江家家主的位子 你就别惦记了 哎呀 你给私下串联 和世家家主 你好大的威风啊 兄弟大人 这个业障是啥事 全凭您发怒 不 爸 爸 我这都是为了江家 我为了江家杨明 爸 我错 你儿子为了杨明 把我当成真本心 肉 你儿子为了你江家 更是把我当成垫脚石 你儿子可真孝顺 逆子逆子 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你也说得出来 还愣着干嘛 赶紧磕头赔罪啊 别啊 您儿子那么大 携各大四家 百大逃门审任务 逼得南宫渊 跟南宫家主 我叶家 也要和我断绝关系 一手合纵联合 别出奇 我得跟您儿子 亲弟大人 讲讲 从今天开始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这话我说到做到 南宫家主 我说我有滔天的宝石 我没有夸大气 是我眼多了 眼界不如我的女儿 是 太多眼了 我说到 我一定会后到 南宫家的八大竞争对手 今天都到齐了吧 陈黑龙 你们都表个态吧 就别让我一个一个亲自动手了吗 陈建筑 既然 亲弟大人出面 我和南宫家的恩怨 一笔勾销 既然慕容家主都这么说了 那我问一下 和南宫家的恩怨 也一笔勾销 那再加上我文家 亲弟大人的面子 我一定会给的 我们各位 都觉得是和解 恩爱 恩怨 一笔勾销 很好 加上我黑龙殿 共计八大拦路 从此不再为难南宫家 愿南宫家一路坦通 灯顶龙国巅峰 惭愧 惭愧 喊言哪 既然你们都表态 那这件事情 翻篇了 接下 该说尊与学队 真的是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第一 贵心 道歉 第二 贵心 灵死 兄弟大人 您是在说笑 要么贵下道歉 要么贵下你死 你这 玩笑开的 不是很好笑 你是觉得 我在开玩笑吗 还是 我夜清帝 拿着做对 让你能误会 啊 成黑龙 好歹我们也是世家呀 你别出去工作话吧 好 那我就告诉你一句解律 兄弟让你们生 兄弟让你们死 你们必须死 你 你们都被骗了 都被骗了 你们枉为世家 枉为豪门 我配 一群喘祸 江山风 你发什么疯 站在台上 15喝6 指点江山 你们就信了 自始至终 你们想过没有 他们凭什么 背后只有 陈黑龙一人而已 究竟想说什么 陈黑龙是 黑龙店主 不假 可你们自问 你们就差吗 虽说不敢 受过黑龙店 但平起平坐 总有那么一两个吧 我猜 陈黑龙和夜天 就是一伙当 夜天就是 陈黑龙的傀儡 自导自有 这出界面会 凭空捏造出 所谓的青帝 为的就是 吞灭我们 陈黑龙 他说我是你的傀儡 属下不敢 在场各位 哪个不是坐真大佬 别的不说 就说夜天 让我们跪地求饶 服不服 不服 不服 请立大人 让我们退一步 我们可以 但是 让我们下跪 谁给你的勇气 你想干嘛 把陈黑龙 放在眼里是吧 夜天 你差一点点 就成功了 败就败在 你太自大 还有下跪 你知道世家的膝盖 有多硬吗 就算国主来了 你没资格让他们下跪 好 这样的话 那我也就不勉强你们了 这样吧 陈黑龙 属下来 就拿这三家先开刀 五分钟之内 我要摸出这三大家的所有信息 我要他们在龙 消失的 消失的 无影 就仿佛 一个电话的事情 我想那些家伙们 不愿意为您笑 属下继续下来 夜天啊 夜天 你也太能装了 我慕容家 坐镇龙国东南 正是春秋鼎盛时期 三分钟 摸凭我慕容家 我给你五年 你也办不到吧 这位七弟大人说呀 不是抹去你们意义 而是抹去我们三家 喂 什么 我们回家 完了 别急 让 什么 什么 你说什么 我回家 闻家 完了 完了 闻家 灭了 三大家族 谈笑间 灰飞烟灭 这 这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等公主 要灭掉你们几个世家 几不守到秦来 我的人了 摩帅秦仓 拜见我主 白雀 拜见我主 委员 拜见我主 委员拜见我主 委员拜见我主 文宁 拜见我主 圣天之宴 你们是我仰仗的 今日 见面会 你又是我仰仗的 现在 我想 我仰仗的是谁啊 你 我是不是掩花了 他们 他们怎么都来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欧洲贵族啊 还有这个 这个 是华尔街巨鳄 他是国际上最大的军火制造商啊 甚至 甚至还有一国之主 疯了 都疯了 他们随便一个人就能进入我们世家的恐怖势力 在我龙金里 居然有这样的庞然大物 就这小子 居然是他的主人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没什么不可能的 因为他 就是九天十地之主 因为他狂妄自大 难怪全黑龙不奉他为主 难怪骄傲如南公园 死心阿弥 心甘情愿地跟着他 我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了 美将 难道 江城铺 是你 我给你听了 你 既然把我的天儿 一座大人物拒之门外 我是我们叶家罪人啊 我以为是虚张绅士 陈黑龙也就罢了 可这些却不是什么情况啊 你 你干的好事 你给我平成做好 你们夫妻俩 绝不能参与我们叶家的事 爸 你不要认为我不记得你 你干的好事 让我现在还有一天心 我要赎罪 叶天 我累了 我们走吧 燕无好燕 人无好人 算了吧 江家缺席的机会 让你给葬送了 这下你满意了吧 爸 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你们怎么成这副模样啊 都是那个叶天给害的 叶天 是啊爸 不知道叶天凶了什么手段 我们全都控制不了自己 全都跳江了 幸亏暗场有人 把我们救了起来 不然 我们全成你死鬼了 你怎么了 不是站住 我看你们就是千奏 救 我看掖死你们的好了 嗯 爸 爸 为什么十二魔帅 只有十一人归位 这 我已经实话 主人 那位身份特殊 因性情杀罗 穿越之后便去了域外战场 为龙国征战 您也知道 龙国这些年 一争争崛起 各国苦事丹丹 都已起我龙国为你 那位兄弟 已经死了 那倒没有 不过现在也很危险 随时都有殉命的客档 十二魔帅 都是我的生死兄弟 你们 一个都不能收 你先走吧 是 救命 喂 醒了呗 月天 我不是你 走开 我还以为 你要跟我来一顿 实施的诱惑 结果是农夫与蛇 我懒得管你 等等 我脚扭了 你过来帮我一下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 哎 我们怎么说也有 有过肌肤之亲吗 你什么态度啊 我不喜欢强势的女人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 算了算了 比起强势 我更不喜欢 孤雞雞的女人 走吧 我走你们家 我帅了 你要不要看看 你手放在什么地方 你们这是 难过小姐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没有 我们没有 你喜欢她 你喜欢她 一般般了 模样周正 身材不赖 出身也很干净 林总 你给叶天哥哥 做小怎么样 你 你说什么呢 你放心 我不会介意的 可是 可是我会介意的好吗 南宫小姐 你出身高贵 跟我们这些 普通人的想法不一样 我们 我们普通人 接受不了的 可惜了 原本还想 给你做姐妹的 姐妹 好了 你们先聊 那我先走了 你愣着干嘛 快去追啊 南宫小姐生气了 她生不生气 但我知道 你差点没命了 不说八道什么呢 刚才就是最好的证据 有人要害你 信不信有你 等等 又干什么 是 是宫云飞 她为了得到我 不择手段 明天她约我去餐 你 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啊 这么不懂 连香西域的男人 真不知道 南宫小姐 怎么看上她 宫斗 我们在这儿 等等吧 干什么 曾店主 麻烦你通报一声 就说我南宫斗 要拜见清帝大人 清帝大人不在府里 请回吧 那 那我们就在这儿等着 对 我们就在这儿等 等到她回来 随便你 不 你们这是何苦啊 哎呀 女儿 你爸 他已经知道错了 你就在清帝大人面前 多说几句好话 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嘛 断绝关系 也是你们提出来的 夜天顾及我和你们之间的孝道 还帮你们摆平了八大竞争对手 早已经人之意尽了 女儿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我们生你养你 你怎么能和我们断得干净呢 是啊 弟儿 爸 你喜欢下围棋 知道一子下错 满盘皆输的道理 更何况你算小赢 比起三大世家强的太多太多 别太贪心了 在清帝面前 任何心情都会被窥破的 女儿 女儿 等会儿林飞雪 可要记住 一定要想办法把她给过罪 放心吧 交给我们 叶天 你小子来干什么 这酒店你开的 我喜欢来就来 关你就是 这可是南宫家的酒店 你小子高攀不上南宫家 又回来骗林飞雪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可是听说 在见面会上 你被叶家 足出家族了 叶天 你真的被叶家 足出家族了吗 她说反了 不是叶家不要我 而是我不要叶子 你小子可真会 往自己脸上贴金呢 行行行 你多牛啊 叶家能配得上你吗 不过要我说 比吹牛厉害 还是你小子的鼻子 还他妈挺灵的 知道我背了好枕 公少 我们今天来 是想来谈谈公司的事 十二 别那么糟蹊了 心 大家都死了 哎呦 你别转了 转得我头肚晕了 再这么说 也快登顶龙国的人了 竟然如此沉不住气 孤家寡人 登顶龙国给谁看 你 我后悔 后悔没相信女儿 错过了如此人中龙凤 你现在知道了 喂 喂 家主 我看到叶天了 什么 看到叶天了 你说的是真的 你真的看到叶天了 我就在一号包包 好 你马上给我死死的手在那 汇报叶天的一举一动 千万别让他离开 我马上就到 你要去做什么 叶天在龙家酒店就在 这次我一定不能错过 你 哎 你们听说了吗 见面会上那个大人 名为叶清帝 清帝 哇 听这名字就霸气策露 在这世间 居然还有人以帝为名啊 我还听说 这位清帝大人 在见面会上大乏神威 一言断三大世家生死 那位的原话是 清帝让你生 才能生 清帝要是让你死 你必须死 此生 我若是有幸能见到清帝一面 那可真是三世有幸啊 这种层次的见面会 连我都没资格参加 更何况你 对了 叶天 听说你们叶家也收到了邀约 你也去了对不对 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当时的情况 一般般了 世家如狗 都是一群有眼无珠之配吧 是 这么说 你还见过大场面啊 叶天好歹去了 不像有的人 连去的资格都没赢 好啊 既然如此 那就请叶天帮我介绍 这是什么 这是 我就不耐管 这就是见面会上 清帝 是各大世家 为清帝精心准备 天呐 公少 你居然能把这个酒搞到手 我可听说 这酒 价值可不菲呢 整个龙虫 也就仅此一品啊 公少就是有手段 那这么说 我们今天 也能沾沾这清帝大人的光了 这叫什么话 这叫 沾清帝大人的贵气 咱们呢 看上一眼 那都是贵气无边了 这 这真是清帝大人喝过的酒 你们想多了 我公家 虽说是云城一线富豪 可是酒太过尊贵了 我公家 也就只分到了这么一丢丢 今天你们服气好 我也就大方一回 没人 分那么几滴吧 你小心点 但凡撒了一滴 把你卖了都赔不起 叶天 你笑什么 我问你笑什么 为什么 我说啊 这瓶人家喝剩不要的酒 你们却当成他 叶天 他可不是普通人 他是叶琴 可以让世家灰飞烟面 让秦天巨波 扶手冲城的人 好 我吃 乞丐手里的百元大钞 也只是一百块钱而已 但是帝王随手 不要的茶碗卖 那可是价值连城了 这个道理你都不用 去开去见面会 一起见识的没见识 可我呢 有的 你就闭嘴吧 没见识就是没见识 我没见识 好 不当我没说过 不过这酒啊 我尝过了 味道寡得很 一点都不好玩 方批 这酒只有清帝大人 饮活一口 这才有剩余 够我们这些富豪瓜分 但是 这几个意义 相更新 远超时期 还你 各位 前有清帝见面会 今天我们促逢一会 还有清帝的酒 我有个建议 宫少有什么建议 不如我们就来一个 小型的英雄会 煮酒论英雄 好啊 哎呦呦 抱歉 这清帝的酒太珍贵了 分到你这儿没 你不会介意 没事没事 我不喝 煮酒论英雄 他也配 要我看 是个狗熊还差不多 叶天 真的在酒店吗 家主 他就在一号包房间 我亲眼所见 好 哎 不行 就这样去找叶天 显得贵疼了 你去酒店 把最好的红酒 给我拿换 家主 这叶天到底是何方审生啊 您家主 您都要主动送酒 我让你去拿就去拿 你没资格知道 他是什么身份 好 好的 来各位 这酒的味道 好像也就那样 雪儿 这你就不对了啊 这品的是酒吗 不是酒 这品的什么 品的是清帝大人的 豪情万丈 屁泥山河呀 不错 不知道为什么 喝了这杯酒 突然感觉自己 豪情万丈 干净十足啊 是啊 喝了这酒 一夜欲食女 走路带尽了 上楼也不带着 典型的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 雪儿 我看你今天挺有兴趣的 这样 所有的酒水 全部由我来买单 随便点 等本少关键 再让你欲心欲死 东少 真的都你买单吗 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客气个屁 本少连这点酒水都喝不起了 随便点 抱歉 打扰了各位 我是这个酒店的经纪 叶先生 这是您的红酒 请您查说 我去 我没看错吧 这可是八三年的威廉大地 起码五百万 这么土豪的吗 叶天 这就是你的酒 你喝这么贵的酒 你喝得起吗 叶天 你宰我 宰你 我刚刚说了 全部酒是我买 你他妈就给我点了 五百万的红酒 今天这场局 是我给威学者 你知道了什么东西 轮得到你来点酒 我说我没点击 信你个苦 不好意思 这酒我们不要 拿走吧 公少 看来你说话不算话呀 还是说 你请不起我们喝这么好的酒 那既然这样的话 酒单也不需要 好久有的是 这样 我在酒单上 在天气要好的 家主 怎么回事 没药 我给了 他们没药 他们宁愿捡酒单上的酒 怎么可能呢 这就是你送去的酒 混账东西 这就是你送去的酒 混账东西 你竟敢以刺冲好 我不是让你去拿酒店 最贵的红酒吗 你竟敢糊弄我 难怪人家不要 家主 这瓶酒已经很好了 家主 这夜天到底是什么人啊 最贵的酒 你已经生死了几十年了 你自己都不舍得打开 住嘴 你懂什么 现在我终于理解 我女儿的感受 终于知道一个人无知 还不自知 是多么恋人憎恨 家主 我现在恨不得打死 神是不足 败事有余的东西 快 去换最贵的红酒 送回去 好 我这就去 雪儿 今天我们不醉不归 这杯补镜 雪儿 你就别看他了 饿死鬼脱生 你就让他吃吧 夜天 好好吃 吃完了 下次可就吃不到了 不好意思各位 又打扰了 经理 你怎么又老 这是我们酒店 最贵的红酒 传承家酿 价值 一千万 一千万 我你个乖乖 我还没见过这么贵的红酒 经常过此种美酒的人 放眼整个龙国 也不超过无止之数 不过 如果今天大家想喝 还得经过一位先生的同意 叶先生 这是您的红酒 我今天这么说 这又是我的酒 叶天 你想过装模作样 是不是又是你点的红酒 刚刚五百万的没得逞 现在又点一瓶一千万的 你个意思 这是在报复 刚刚清帝藏酒没喝上 所以才点这么贵 对不对 我看就是这么回事 这就是你不对了 你要想喝 自己去买吧 红酒都送到公少头上了 这就给我 你不叫什么借用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 啊 你是想自己 广告 这瓶酒 本少是乌 对吗 这瓶酒 它是收不下 你还是拿走 这位先生是不是有什么误 你知道这瓶红酒 什么也不需要 没有误会 拿走 叶先生 这 嗯 我走位 家主 怎么回事 这酒 这酒他们还是没有 怎么会这样 叶天 你别装 社会地位是装不出来的 就好比这酒 我们喝的是清帝大人的穷江玉叶 而你 只配喝五块钱的啤酒 还企图用你的小心思喝好酒 骗骗南宫小姐那种冰清玉洁的女人还凑合 骗我们 你想多了 我骗你们什么 还在装 还在装 你不会真以为去了一趟见面会 就在自己人生履历上相连一层见边是吧 你们呢 宁愿相信一个没有去过见面座 满子胡言 都不相信我 亲自去了见面会 果然啊 下场不可能 跟愚蠢的人在一起 只会更 李飞雪 走 我怎么看今天谁敢让她走 宋愿飞 你软得不行来硬的是吧 老子就来硬 你能帮我怎样啊 我以为你找了个什么样的人 这么会 就是你犯下最大的错误 林总 你就别挣扎了 龚少对你倾心疑绝 你就从了 就是呀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们聚在一起 就是简单的喝个酒吧 这酒都喝了 该办什么事 心里该有点数 雪儿 这就是你整个靠山 怎么到现在连个屁都不敢放 你确定咬不动手 又是谁又想干 是南宫家主 南宫家主 有时远迎 你怎么来了 我来敬夜天 这回有好戏看 谁不知道这南宫道 最反对南宫员和这个废物在一起 我可听说 南宫都在见面会长吃了逼 这小子有他事吗 一天 你快站起来 我为什么要站起来 这还用问吗 那可是南宫家主 你不讨好他 他凭什么把女儿嫁给你 你错了 是他求我嫁 要讨好 也是他讨好我 您听听 您听听 你这说的是人话 您放心 不用您出手 交给我了 不用您出手 交给我了 谁要帮我 你知道什么 你就要帮我 我知道 我全都知道 这小子不单单是得罪了您 他竟然刚刚还点了两瓶红酒 一瓶价值五百万 一瓶价值一千万 我听了二话没说就给对了 他竟然还想收下 您说说 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不要脸的人 等等 你刚才说什么 夜天原本要这两瓶酒了 对啊 被我给拘收了呀 好啊 搞了半天 原来是你啊 南宫 你干嘛打我呀 打你 我恨不得杀了你 你算什么东西 我送的酒 你有什么资格做出 这两瓶酒都是您送的 清帝大人 是我错了 求你原谅我吧 没有你 我南宫家族就没有了根基 请你祝我们南宫家族登顶 我清帝 清帝 什么情况 夜天是清帝 是清帝大人 狗东西 连夜先生是何方神神都不知 就去贬低鄙视 见识浅薄 活该 除复在这小小的云尘 南宫家族的大路 我可要不及 我夜清帝没什么本事 无非就有些全是滔天的首相 无非有些移山填海的手段 登顶龙广 万难登起 清帝大人 你折杀我了 你无论有什么要求 只要我们南宫家族能做到的 一定做到 请你不要放弃我们南宫一族 好吧 我考虑一下 林飞雪 走不走啊 走 我都说了 这酒很寡胆 你非要喝 那你喝个够了 南宫斗 满足他 来人 将他丢到酒窖里去 让他喝个够 不要 饶命啊 南宫家族 清帝 夜清帝 夜天 你真的就是那个能让众世家 俯手称称的夜清帝 你觉得呢 我现在 真是 越看你越顺眼了 走吧 来上我 这么迫不及待 我刚刚嗓子痒 我是说 来上我的车 走 不过 你想要的话 也不是不行 毕竟 亲帝大人 全是滔天 小女子想反抗 也反抗不了嘛 走啊 去哪 回家 都准备好了吗 主人 罗帅一就位 就等你一起 再整治 都是我们生子兄弟 一个也 对我们是 死去意外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杀提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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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夫人 拿指 莫 一句春书 上谷天子 下谷地 小柄众盛 通行三级 诸天见证 若不家人 便是七天 七天之罪 身子倒消 家人 便为天意 三境 无 有无虏 去意外 为一万 山河无比 山河无比 家人一世而会 交给林飞雪 让他转交给你 是 还是 时来了一步 爸 叶天他竟然去了域外战场 听说那边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 看成绞肉机啊 就是不知道他怎么行的 那么多巨帛大佬 俯首称称 他想要什么得到 权势金钱 唾手可得 非要去这么危险的地方 看来十有八九是回不来了 就是 你们给我闭嘴 两个不识货的东西 你们说叶天是蛀虫 我看你们才是蛀虫 你们懂什么 人家那才叫为国征战 为国立威 等着小马 出不了输越 咱要有一个传说传说传回龙骨 谁可惜啊 我们叶家 终究是错过了 南宾 南宾小姐 这是岳天让我转交给你的 他人呢 他 他好像是不辞而别了 那个 你们是不是闹别扭了 如果是因为我的话 婚书 若负家人 便是七天 七天之罪 生死到消 天哪 这是婚书还是生死状啊 真是个狠人 林总 我可能暂时要在云城住一段时间 等夜天 凯旋而归 闲来无事 想找点事情做 不知南宾小姐 有什么打算 不知林总 对南省女王 何感兴趣 南省女王